字幕君 李宗盛 追緊和風 春風忽濫路華龍 看標題就知道 中美九違的畫面緩解了世界緊張情緒 這條標題都九違了很久 沒錯 它仍然是因應著那8秒的握手 雙方展現笑容 雙方在正式回誤前握手並微笑致的場景 被全球媒體的鏡頭敏感地捕捕 並通過網絡迅速傳向世界各地 這幅中美之間九違的畫面 對全世界因爲各種危機和挑戰而緊張情緒 起到及時的緩解和安撫作用 無論是否有進入新冷戰 中美兩國元首能夠坐在一起開城報公 無論談些什麼都向外界釋出了一個訊號 就是在緩解的氣氛之下 環球時報剛剛我說的3小時12分 握手拍照就8秒鐘 這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其實還有身體預言 就是拜登始終都是西方式的 昨天他比較教習近平輕輕鬆一鬆 那邊拍照 畢竟拜登這方面熟手技工 太多了 反而習主席近年都少了 他基本上很少參與國際那類的接觸 通常在中南海接見客人多些 環球時報特別提出 習近平提出三重的共同利益 第一就是不衝突不對抗和和平共住 這是一個很最基本的共同利益 以及雙方需要從對方的發展中獲益 和全球經濟在逆後復甦 應對氣候變化解決地區熱點問題 離不開中美協調合作的共同利益 當前形勢之下中美兩國共同利益 是不會少之一會多 特別或是標出了 今次會議地點 今次巴雅島的G20 很多國家元首都各自出席 整個代表團出來 大家下台不同的酒店 究竟在哪裏進行會面 終於選擇了中方代表團進駐的酒店 美方代表團要10分鐘車證過去 應該都在海邊那裏 即海灘那裏 大家都可能有少少距離 整個過程是美方提出來的 因此中文很重要 主客之分 面子被捉你了 今次《環球時報》都釋出一個和風 《環球時報》總結出 拜登今次和中方的會談一些要點 過往聽過 四筆一無二 這是美方的立場 今次不同了 今次是擴展了 《環球時報》認為美方抗戰了 是五筆四無二 怎樣是五筆呢 就是美國要尊重中國的體制 五筆就是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 不尋求新冷戰 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 不支持台灣獨立 也不支持兩個中國 特別在盟友方面 美國大家過去一兩年來 不斷拉幫結派 組成國際連線去制衡中國 不過這方面 我相信巴黎島今次G20會議 因為中方今次強陣出擊 也是二十大之後的強陣出擊 習近平信心滿滿 昨天見完拜登 今天見澳洲總統 總理 接著見日本首相岩田文雄 都很忙 對於習近平來說 以一個強國領導人的姿態出來 接著整個亞太地區 是否定於一尊 美國當然不想 所以美國一定要定海神針 拜登也要坐陣在這裏 坐陣在這裏 看見日本和澳洲基本上 都是美國去積極部署 強化盟友去反制中國 他見完拜登 跟著見澳洲總理 跟著見岩田文雄 雖然會拆解到你的同盟 但仍然保持著一個關係 特別澳洲很重視經濟問題 做生意 澳洲實在是過去太... 幾乎以重下和中國的貿易 但這幾年中國給了很多當頭棒 包括紅酒、蟹、魚、水果 真是看見一個國家的發展 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等等重要 但經濟問題始終是重中之重 又看看台灣的自由時報 如何去評論這次的集拜會 標題 是胡惑紅線的拜集會 拜集會 當然與拜登先走 自由時報是民進黨 傾向民進黨的綠營報紙 他說得什麼呢 因為這次 似乎給外界的感覺 台海問題是整個集拜會的重點 但是大家各自表述 其實沒有任何進展 對台灣來說 他不知怎樣 自由時報提出一件事 放心 沙利文 台灣亦做蘇利文 沙利文國家安全顧問 說得明 見完之後 就會向台灣匯報 究竟兩個匯面成果是怎樣 或者內容是怎樣 是要令到台灣感覺到安全和舒適 為何就派定心魚給你知道 我們談很多事情 我都會跟你說出來 你不用擔心 當時引起了北京的不滿 問題為什麼要這樣說 但這也是細節 沙利文在動議上 因為你搞那麼多事情出來 你現在是否有個轉態 有沒有改變呢 甚至台灣有些人說 你會否就出賣了台灣再次 因為台灣多次都被美國出賣了 所以他們很多前居之間 很多痛苦經驗 其實我跟老總都說 看完自由時報這個社論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可以說 只能夠好像立立落落 沒有一個定論 因為我相信沙利文還沒有詳細說說會談的內容 台灣現在似乎只能夠等消息 沒錯 完全被動 因為如果中美關係有一個緩和 保持某種接觸交往 特別在經貿問題上 台灣完全被動 那一下子民主黨壓住在白宮身上 華盛頓身上 那會不會當中也有很多亂子 所以看完自由時報那邊有一點兒 是酸溜溜的感覺 對 尤其是因為11月26日 九合一選舉未來 不能輕舉妄動 但自由時報在這個社論的最後一段 和我剛剛看到聯合報 在巴黎記者發過來的報道 最後是如出一切 就是說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將來如果是麥卡錫去做的時候 是共和黨麥卡錫 其實他和佩洛西都是一樣的 都是支持台灣的 這就是藍綠兩大陣營的媒體 是一致的看法 這一次看法也是一個事實 美國這種把戲 即是美國人玩到出神入化 這些事情轉頭又 所以我未來幾天留意一下 《時報》《華爾街》有沒有內幕消息 不過未來幾天的變化也看到 今次的巴黎集拜會 是否遲早影響到台灣的選情 可能台灣民眾更加關心 民進黨更加關心 所以我覺得自由時報 似乎特地說得很嚴重 無謂影響選情 因為民進黨在某一些事 特別是台北的選情 市長的選情 都很嚴峻 特別看回南營方面 如何藉著這次的集拜會 一些迴響 一些連儀 是作為它一個助選的元素 看台灣解決的問題 真是 一切為了選舉 任何事情 都利用作為選舉的工具 我相信今次的集拜會 未來幾天 之後遲些下來去APEX等等 我看不到台灣當中有什麼主要角色 它只能夠作成觀上迫 如何去分析 一會兒我們回來講香港新聞 香港新聞大家似乎將焦點集中在 在人村亞洲籃球系列賽上 其實香港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例如地鐵魚波未了 紅館跌屏幕那件事 別以為調查報告出了就完 未完 因為很多後續的東西 根本仍然不清不楚 MINGDOM